美中贸易战持续长到半年 经过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在G20峰会的会谈 双方进入90天的协商期 将展开实质性的谈判 不过就有专家分析中国仍然处于弱势 美中两国接下来90天 将会针对中国长期强迫技术转移 盗取知识产权 非关税障碍和网路间谍问题进行协商 美方威胁 如果90天内没有达成共识 将会上调关税到25%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 香港中文大学科习教授林何利就表示 习近平在川习会中获得的利益很少 更何况美国长期对中国 怀抱使用违规手段进行贸易的印象 难以在90天之内改观 反而是川普可能在这90天当中 取得来自中国的农产品订单 美国纽约时报也指出 美中两国过去经历长期协商 都没有获得共识 要在接下来90天之内取得共识 难度相当高 华尔街日报分析 川普长期承受 美国保守派压力 不会轻易解除关税 而中国方面 则是时机恰巧卡在中国两会中间 按照惯例 领导阶层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让步 让双方更难达成和解 事实上 双方同意短阵修兵 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承受贸易战 带来的经济压力 贸易战短暂停火消息一出 美国业界一片较好 不过路透社就引述中国日报表示 由于两国需求和目标相差太多 未来即使达成共识 也无法完全解决问题 同时 双方阵营将会由谁代表谈判 也是个问题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言论 认为马尔帕斯可能代表谈判 不过立场强硬的赖海者 也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方面则是由刘鹤继续担任代表 美中双方接下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都会密切往来 能不能达成共识还不明朗 只是双方都背着不得不为的压力 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格外小心 新闻时事报记者吴哲仪报道